垃圾 年度胸贴雷匹 我全倒来了 真人真凶特别 好用的话呢 地址留下 我送一箱给你 哦 卡带山出来挨骂 嗯 胶带胸贴 是卡带山的首创 但是我今天必须一定要吐槽这个 它就是个歌粉丝韭菜的智商 trick 像这样横着贴容易起咒 还会捂出一身臭汗 上面还有很多那种小谢谢 鼻炎要死 竖着贴 就是这样你敢出门吗 而且这个设计简直是反人类 这个胶直接贴在NIP上面 啊 这下来简直比蜜辣脱毛还要爽 啊 兔耳朵胸贴 看上去可爱 这是个美丽的肥物 像这样拉着兔耳朵 拽上去 啊 真的提拉的呢 效果不错 信套你就完了 像这样反复拉扯 会伤害到我们的腺体 会让下垂更加厉害 比较肚脐也上 硅胶胸贴 啊 这个好痛啊 每个月有三万人上当 三万人 它就是号称能让小松变人大丢 这真的好厚啊 受不了了 贴上它你们知道吗 我85斤 直接胖20斤 我觉得这硅胶都得有一斤重了 说上它我真的是 虎背熊腰巨贤老 一八巨龙 我做梦啊 我还有一些面子 它找不到胸贴 然后就会用这个 用过了 在评论区里留个一 我来骂你 这个年纪 真的是能把我的汗毛都撕下来了 但是它真的是特别明显 就是穿那种紧身的衣服的时候 别人都能看你胸口就留两块正方形 我真的经历过这种尴尬 是非常的无语 而且呢 今天酒楼上面的浇航会留下 两个黑色了空 沐浴路都凑不掉 点赞过往 下次带你们 认识一下我的宝贝们 夏天安穿交代全告他们了